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家人平安 竹贵在屋内的东北方 东北方的五行属土称为火土相生 这是融合之相 火为中阴卦 土为上阳卦 这是阴阳相配 重极之论 竹贵在屋内的东方或者东南方 这两个方位五行属木 这是木火通明之格局 竹贵人常得贵人扶持 二 远离胸卫摆放 厨房厨柜在屋内的西北方或者西方 这两个方位五行属金 这是火金相克之相 竹运气反复 不宜设在住宅之西北位或者西南位 三 靠北方摆放 厨柜摆放不当 是会简单给家里带来灾祸的 厨柜摆放在厨房或者餐厅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要靠北边摆放 这样能够减少灾祸 提高一个层次健康运 厨房或者餐厅 哪一个在北边就能够放在什么地方 要留意厨柜摆放风水不合适 没有洗干净的碗筷 不适合放到厨柜当中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惹来霉运 四 靠东北摆放 厨柜假如摆放不当 会简单产生家庭不合目 夫妻显露出感情裂缝来 子女不和谐等等 厨柜最适合靠东北摆放 假如家里常常有口角纷招 这个方位是能够化解的 至于放在厨房或者放在餐厅都没有问题 假如餐厅太小 建议或是把厨柜放在厨房特别的好 不简单摔碎 五 靠东方摆放 厨房或者餐厅哪一个设置在东方 就能够在什么地方摆放 由于往东方摆放 对于人际交往关系是不同寻常有利的 假如长期在工作当中和同事们有矛盾 又或者通常的时候和邻里常常发生口角 就建议把厨柜放在东边 厨柜放置的时候 里面的碗筷必须得摆放整齐 不适合凌乱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气运下降 六 远离灶台放 竹柜不适合在灶台以下摆放 那便是说 假如厨房比较小 灶台熟火 厨房火气大 最合适不可以把碗筷放在厨房内 或者是放在客厅比较安全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火气过旺 会导致身体内火盛 脾气暴躁 性格不稳固安定 不仅影响家庭关系 还会影响工作中的人际交往关系 二 橱柜颜色选择 一 既用红色 在厨房风水学中 厨房橱柜颜色不宜使用红色 因为在风水学中 厨房是用火之地 所以厨房风水火气较重 而红色在风水学中也是属火 如果厨房橱柜颜色 以红色为主 则很容易导致厨房火气过旺 又火炎吐燥的现象 厨房橱柜使用红色这样的风水格局 容易引起家庭纠纷 导致住户心情烦躁 而且如果是在眼热的夏天 以红色为主的厨房 也会让人产生一种新火 不利于住宅风水和住户的健康 二 既用蓝色 在厨房风水学之中 厨房橱柜颜色不宜使用蓝色 因为在风水学中 厨房是用火之地 所以厨房五行风水属火 而在颜色风水学里面 蓝色五行属水 而水克火 如果厨房橱柜颜色布局 选择蓝色 则会导致克灭炉灶之火 亦导致宅运不忘 通常来说 厨房橱柜颜色 以用清淡而明亮的颜色 如白色绿色等为主色调 厨房的地面 以用深厚沉重的颜色 三 既用黄色 黄色五行属土 厨房属火 因为火生土的原理 土被火生旺 火被土泄好 那么黄色的橱柜 反而泄好了属火的厨房 所以说选择黄色的橱柜 或是黄色的瓷砖装饰厨房 属于不明智的 四 既用黑色 有些家庭在选择橱柜时 为了更加耐脏 会选择黑色橱柜 作为厨房用具 即使这在风水上 是极其不利的 首先黑色过于沉闷 带给人一种 死气沉沉的感觉 影响心情的同时 也会影响运势 再者 黑色是家居中的属水颜色 放置在厨房内 会对火气造成相冲 影响家里磁场的稳定性 导致家人运势反复 五 既用灰色 灰色是现代人 非常喜欢的颜色之一 厨房使用银灰色的厨房 橱柜 可以增加空间的现代感 棕灰色会更显得沉稳 符合大多数人的喜好 纯灰色常常给人 灵透雅致之感 浅灰色还能给空间 带来明亮之感 六 既用白色 风水认为 厨房橱柜以白色为家 厨房是做饭的地方 白色可以给人卫生 一尘不染的第一印象 而且白色非但能换起人的情绪 还有助于人各种情绪的平复 通常白色象征的就是平静 什么情绪都在渐渐放松 渐渐淡化 利于厨房风水和住户的运势 七 移用浅色 从卫生角度来说 灶台是平时烹饪做菜的地方 选择灰白的浅色调 更有力厨房看上去有个良好的卫生环境 让灶台看起来更加干净整洁 从食欲角度来说 浅色是一种干净 纯洁的颜色 不会对人们的食欲造成影响 说完橱柜的风水讲究 相信有很多人也会好奇 关于厨房的风水讲究吧 接下来小酱汁就给大家具体说说 一 厨造不宜正对大门 厕所门 俗话说开门建造钱财多好 大门是钱财与福气的进入的地方 厨房正对大门 开门建造 很容易破坏财运 而厕所是阴坏的地方 对着厨造 更会使得厕所里不干净的东西 会随着食物进入人们的身体 会给人带来霉运 此外 厨房不宜与厕所共用一道门 厨房是火 厕所是水 厨房厕所共用一道门 强迫水火共存 然而水火是不相容的 如此行为不利于家庭和谐 也容易导致家人生病 二 厨房不宜位于房屋中央位置 风水学上认为厨房属性为火 若是将之设立在家庭正中的位置 亦同于火烧心脏 不利于居住者的身心健康 因此厨房应设在极位 通常来说靠在一旁会较为妥当 三 厨房色彩不宜用红 黑二色 炉灶熟火 红色本身也熟火 若是将厨房装修成红色 容易造成心火过旺 进而导致居住者的脾气变得暴躁 或者是容易患肝病 黑色熟水 加之运用在厨房中 会与炉灶形成水火相冲 会影响家庭和睦 至于到底要用什么颜色 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 浅淡明亮的色彩 可以让空间狭小的厨房 从视觉上看着更新宽敞 而暖色调的色系 可以活跃厨房的氛围 促进人们的食欲 四 厨房里有关厨具的摆放 厨房里厨具的摆放很有讲究 比如说微波炉 电饭锅 插座等 都应该位于厨房中的极位 而厨房中的刀具最好不要直接悬挂在墙壁上 或者是直接插在刀架上 以放在抽屉中收好为家 五 厨房灶台不宜与用水的物品相连 水火不相容 厨房灶台若是与水槽相连 会使得人心浮躁 导致家务宁日 而灶台若是与冰箱 洗衣机等多水的物品相连的话 会导致夫妻失和 甚至有可能带来其他不吉利的事情 六 不宜使用开放式厨房 当今社会很多年轻人为了追赶潮流 将家中的厨房设计成开放式厨房 其实这是不太好的 其一 炉灶外露会导致财积外露 难以聚财 其二 在做菜时会使得油烟进入到客厅中 导致家中常常有一股油烟味 会影响家居环境 同时也不利于居住者的身体健康 厨房是家中烹饪一日三餐的地方 充满了烟火气的真实感 带给家人们满满的爱 小酱汁认为 了解一些有关厨房相关的风水知识 以便于更好地保障家人们的身心健康 增加家中的才气和福气 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